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中 今天我们继续讲解 浪漫医生金师傅三第八节 车医生正在取出患者体内的子弹 他判断子弹并未嵌入太深 决定直接拔出 可就在拔出的瞬间 鲜血迸射到车医生的眼部 就连护士长都有些惊慌 但车医生临危不乱 顾不上处理眼部的鲜血 稳弱太山的继续处理好破裂的血管 直到下一阶段才交给金师傅收尾 金师傅与他交接时 忍不住赞叹他宝刀未老 但这句夸赞并未让车医生受用 他反而躲在手术室外 观察着金师傅不自然的那只手 继续折磨各种原因 这时恩赛的手术也结束了 但他看起来神情沮丧 原来手术中出现了大问题 最终夺亏了金师傅 对患者进行高难度的心脏按压 这才将患者救了回来 恩赛找到了同病相连的郑医生 经过一员儿子之死 郑医生已经变得十分敏感 对于负责的病人 疫苗都不敢松懈 生怕又一次犯错 看到郑医生如履薄冰 恩赛觉得自己还算幸运 若是今日这个患者因自己而死 他也会彻底失去信心 在医生们为枪伤患者进行手术时 新闻已经播报了这件事 原来这几个伤者都是士兵 因为军队里的赌博纠纷 被嫖少尉尉开枪射伤 眼下嫖少尉尉已经逃营 被警方通缉中 先前被宇正救过的男人 也看到这则新闻 原来他就是案件元凶朴少尉 得知伤员和自己就在同一个医院里 朴少尉面露凶光 决定再次将他们杀死 宇正手术过后依然不见恩卓 便在医院四处寻找 恩卓被一群机车男带走 对方录下了他此前情绪失控 欲要对自己挥拳的视频 威胁恩卓提供医院里的某些上瘾药物 否则就恶意剪辑视频 毁掉他成为护士这十年的努力 但恩卓始终不卑不亢 即便被打得头破血流 也不愿被对方胁迫 直到机车男说起救事 指责某个名为阿勇的朋友之死 都是因为恩卓 恩卓竟说不出话来 似乎被捏住了某个软肋 此刻大厅突然涌入了许多伤员 原来万步天气积雪 附近一辆公交车出了事故 119急救中心 建议他们可以先去附近的石原医院进行治疗 看着人满为患的大厅 宇正头疼了起来 这些伤员虽然都没有重伤 但要挨个处理轻伤 也需要大量的劳力 而且还有好几个医生正在手术室里忙碌着 宇正还在想着如何分工 大厅里早已传来伤者的埋怨 指责没有医生前来接待 宇正无奈只好深吸一口气 带着仅剩的两三人手来到大厅之中 而张市长穿梭在人群中 手拿朴少尉的照片挨个对比 他的警觉性向来再现 一听说朴少尉还在逃 便联想到对方或许会来到石原医院 继续报复那几个士兵 这一路便闻到了小雅和宇正的面前 宇正一下就认出 朴少尉就是自己救回的 那个男人 考虑到对方有腿伤 外面还下着大雪 所以朴少尉一定就躲在医院内部 不管如何 宇正让张市长先去报警 警方和军方很快做出回应 派人来到外伤中心找到金师傅 想让他尽快疏散石原医院里的患者 以为朴少尉的身上还携带着武器 他所剩的子弹 足以将石原医院里的所有人屠杀 文言金师傅和车医生立刻通知 让医生们紧快疏散大厅的患者 医护人员也尽量离开枪伤患者所在的病房 大家又开始忙碌起来 恩卓也回到了工作岗位 只是在疏散患者时 他看了一眼机车男点名所要的药物 心中似乎有些纠结 此时在石原医院里 朴少尉已经现身 小花负责的患者不幸成了第一个狙击对象 朴少尉的目标正是那几个刚做完手术的士兵 除此之外也无意伤害其他人 正当小花要离开时 突然想起刚才在手术室里的表现 他奋不顾身为患者清除血液的模样 还得到与朕的表扬 夜间是自己费尽心力救回的病人 怎么能眼看他送死 荣誉感给了小花勇气 他并没有离开 而是哆嗦地挡在病床前 企图说服朴少尉位放下枪支 可朴少尉位杀意已决 若是小花不离开就和伤员一起死 眼看朴少尉位就要举起枪 与朕及时赶到 为了保护小花和伤员 与朕主动吸引火力 说出朴少尉位的愤怒 只是因为自己的无能 是他在军队赌博被抓 这才沦落到这个下场 一切都是久留自取 这番话果然惹怒朴少尉位 随着一声枪响 师员医院和外伤中心的所有人都心中一挤 即使服用最快的速度 抵达小花所在的病房 发现地上遗落一把冲锋枪 机车男也受了伤 此时与朕被朴少尉位用枪挟持着 一步步朝走廊前行 通过两人间的对话 与朕得知朴少尉位在军队里受到了不少磕带 那些他想要杀死的士兵 就是欺负朴少尉位最狠的几人 朴少尉位憎恨这个世界 底层的人永远只能被践踏 除非用暴力手段反击 否则永无出头之日 这时与朕看准机会 趁朴少尉位腿伤疼痛 与他在走廊上扭打起来 可制服失败 朴少尉位再次捡起枪 却没有伤害宇正 反而污液了起来 直言宇正这种精英人士 一定从小就拿着金汤匙长大 怎么可能了解自己的痛苦 可宇正摇摇头 他的人生也并不幸福 父亲生意失败 导致全家人丢下他一同赴死 可即便如此 宇正也没有放弃人生 不幸并不是自甘堕落的借口 朴少尉位被说中了痛点 但他已经无路可退 只能再次举枪对准宇正 想要与他同归于尽 这时宇正的手机讲解 是恩赛的来电 宇正想要拿起手机 却被朴少尉位呵斥不许动 但看着屏幕上恩赛的名字 宇正的内心更加坚定 他永远不会退让 也不会害怕 因为那些他深爱的人 就是支撑自己勇敢活着的动力 宇正没有理会朴少尉位的话 坦然地捡起手机站起身 只留下一句 我想要活着 之后便被对着朴少尉离开 朴少尉位彻底失控 扣下了扳机 听到枪声 随着军队赶来的金师傅 不禁慢下脚步 不敢想象转脚后会发生什么 索性几秒后 宇正安然无恙地走出来 金师傅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地 恩赛也心急如焚地找到宇正 埋怨他为何不接自己的电话 让人担心 看着恩赛着急的模样 玉震却露出幸福的笑容 对恩赛说了我爱你 这没头没脑的告白 让恩赛有些摸不着头脑 朴少尉位的危机解除后 机车男也被刑警带走 原来恩卓经过心理挣扎 最终没有动摇帮对方偷药 他确实对朋友的死愧疚 但更多的是后悔 自己没有阻拦他和机车男 这种人渣混在一起 恩赛花费十年时间 才渐渐走出这个伤痛 机车男被带走后 恩赛看见了小雅 他的眼中隐约闪着泪光 嘴角却带着笑容 为恩赛感到骄傲 随后恩赛将自己的过往 陷入伤痛的彷徨 全都告诉小雅 若不是遇到金师傅 他不可能重新振作起来 小雅眼神有感触 他过去是个问题少女 但人总是要往前看 小雅喜欢现在的恩赛 过去的苦难只会让现在的他更加闪闪发光 夜晚忙碌一天的医生们 就在一起吃炸鸡 与真笑得尤为快乐 对他来说 在医院里的每一天都如春日般温暖 即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大咖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 拜拜